迈入第九年的孕妇婴幼儿亲肾爱惜牙医院所口腔健康周活动将在4月1号开跑了 连续15天只要您是15岁以下的学童、婴幼儿及怀孕的妇女 在活动期间拿健保卡到参加的牙医诊所或医院看牙 都可以享受免挂号费的福利 3月20号是国际口腔健康周 我们配合卫福部及全国牙医全联会举办爱心亲善诊所活动 只要在4月1号跟4月15号期间 我们基隆市有24家诊所配合 孕妇以及婴幼儿15岁以下学童 那很多孕妇怀孕期间并不知道说洗牙的重要性 那其实孕妇在这一段期间口腔卫生的保健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卫福部以及健保局有提供每三个月可以洗牙一次的活动 另外6到12岁的小朋友也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到参加的牙医院所做口腔检查 与师做第一大旧尺的窝沟丰田 6岁到9岁延长到12岁 那窝沟丰田呢 以及口腔健康屠佛都是对我们口腔卫生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今年有24家牙医院所热烈响应 提供孕妇产前口腔保健的预防措施 15岁以下学童口腔检查洗牙 婴幼儿及6岁以下孩童屠佛的服务 还有国小学生师做横牙第一大旧尺窝沟丰田 在活动期间都可以享免贯耗费的福利哦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